大家好,我是Patricia 刚刚做好的鲜虾肠粉 哇,肠不肠,撒上咱们的灵魂料汁啊 perfect 咱们这个肠粉皮啊,非常的Q弹啊 都是可以拿得起来的,你看看 以后想吃肠粉,再也不用等到去酒楼了啊 这个特别容易做啊 来吧,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做肠粉的材料呢,也非常简单啊 我们就用这个粘米粉,邓面,还有这个灵粉就好了 现在呢,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虾仁稍微给它腌制一下 来一点点的盐 我这小半勺就好了 割不割糖都没有关系啊 我现在不割糖了 就割一点胡椒粉 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小勺的这个淀粉 再给它来一点油 这样比较嫩啊 行了,就这样给它搅拌均匀 我们给它腌制这差不多20分钟 然后呢,我们再切一点韭菜末和这个青蒜末 我们就可以做料汁了 这很简单啊 先锅中倒少许油 好了,现在油热了 我们倒入香菇,洋葱,还有这个葱 给它炒香 现在爆出香味儿了以后呢 我们就给它加上这种tablespoon啊 湯勺的这个 六湯勺的水 然后呢,再加入两勺的这个味极鲜 再给它倒上半勺的这个蚝油 这个不需要老抽的啊 就把它煮到这个 开了以后啊 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喜欢甜的 再加一点糖 那不愿意吃糖的就可以不加了啊 最后呢,我们就再点一点香油啊 这个汁就做好了 你看,也不要加盐啊 什么都不要 加一点香油 OK 这就可以出锅了 OK 我们把煮好的这个酱汁呢 通过这个过滤啊 把它倒到一个小碗里面 好珍贵的一小碗汁啊 都吸收了这些菜的精华 好了,现在到了我们最关键的 这个调粉浆的时候了啊 这个呢,是100克的粘米粉 然后呢,倒入30克的粘米粉 还有10克的这个凳面 就是小麦淀粉 把这三种粉合在一起以后呢 然后,我们倒入350克的清水 就是凉水就好了啊 好,我们现在就给它彻底的 给它一定要搅拌到毫无颗粒啊 搅拌到非常的均匀啊 好,现在呢 我们再给它加这个四分之一的 tease bone的盐 然后呢,再加入一个tease bone的油 就是一个小勺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好了,现在我们就把它搅拌均匀了 让它静置个差不多10分钟 好了 现在呢,这个虾呢,我担心它太大了 倒是不容易熟啊 我就这干脆 给它都一泡二啊 做成这样的 这样比较容易蒸熟啊 因为我们蒸两分钟啊 怕它熟不了 这虾我们就弄好了啊 好了,我们做肠粉 在家里我们没有那肠粉机怎么办呢 也没关系啊 最好是那种方的铁盒啊 咱们没有 咱们就用那种只要底是平的盘子 然后我再用一个这个 泰的这个模具啊 咱们因地之谊也有什么咱用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盘子底部呢 刷一层油 现在水开了啊 我们先把那个盘子放进去 然后倒这个粉浆之前 一定要抄底给它搅匀了啊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有沉淀 好 现在呢,我们就往里面倒 倒多少呢 倒到它能覆盖整个这个盘子 我们也可以下手呢 去帮它整一整啊 来,这样 直接整一整 这样就铺满了 定一点行了啊 就给它几十秒钟 然后我们就铺上三片虾 然后我们再撒上一些韭菜 撒葱花也是可以的啊 OK 然后我们就盖上盖啊 给它蒸差不多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蒸到咯 它已经透明了啊 正好 我们就给它夹出来 放在边上先晾着啊 然后我们再做这一张 把盘子倒进去 一样啊 把这个粉浆要搅一搅 不要倒太满哦 先倒这么多 然后我们拿着这夹子呢 给它晃一晃 容易倒的太厚了啊 好 好 就这样 先给它定个形 在这个三十秒 我们就可以放虾了 这样呢 它底下那层皮 它就不会破了 看 然后再撒一些韭菜 然后再撒一些韭菜 再蒸两分钟 现在料凉的这张我们就来撕这个 这个皮啊 看看这皮非常的筋的 你看一接就起来了 就这样 多Q弹 像吃虾脚一样 好了一张 拿出来 我每次拿出来以后都不急着接它 一定要都给它稍微晾一晾 再来接 就更好接了 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饼皮 非常的Q 现在把它的边缘都给撬起 要是那方的 我们就直接一铲着起来了 好吧 现在我们就用手 你看咱这皮 看看 手动都能给捏起来的 不怕的 咱没有板都能 看看 轻松敲起 这就卷起来了 然后拿我们的小铲 一铲 就一个给我做好了 我们一共做了七条肠粉 这四条他吃 这三条我吃 OK 我先来弄我这三个 然后我往上面撒一点青蒜末 有一条我是忘了放韭菜的 然后再撒上我们的灵魂料汁 我看着就好吃 我最爱吃肠粉了 给老公这盘也弄不上 撒上点这个青蒜末 浇上灵魂料汁 真的太好吃了 你看里面的虾仁啊 米香浓郁 然后虾仁又滑嫩的很 非常好吃 太好吃了 大家快来自己试试吧 真的特别简单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帮我点赞哟